王你好 欢迎收看1300正点新闻 我是黄品宁 先开始现在来关心到 台中无期在今天凌晨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疑似感情纠纷 两派人马相约到KTV外头谈判 其中成心少年持刀朝着对方刺过去 造成了一死一伤 而行凶过后他还用红包带 把凶刀包了起来 丢弃在住家附近的大牌水沟内 警方目前已经起获了凶刀 并将涉案的一伙人全都逮捕 医院门口伤者紧急被救护车送到了急诊室 而单架上躺着的是14岁的理性少年 他遭人持刀砍伤 主要的上次集中在右边宽部右手肘的撕裂伤 以及左前颈头部的挫伤的部分 事情是发生在8号凌晨1点多 无期这间KTV外 两派人马相约谈判 没有想到其中成心少年一言不合 竟持刀刺伤了18岁的网姓男子和14岁的理性少年 昨天晚上应该就是口角蟹豆吧 就是年轻人看到是应该死吧 其中王姓男子的左腹部和左后背 有开放性伤口 上市比较严重 失血过多 送医抢救后宣告不治 出现起因 姓陈姓未成年 男子与您有应感情分手问题 这至早有人前往该区躺探 双方一言不合 衍生肢体冲突 成心少年在行凶后 还把胸刀用红包袋包裹 丢弃在住家附近的大排水沟当中 而是由警方寻现 起获他作案时的胸刀 并将人给带回调查 男女朋友做不成 竟持刀伤人 现在恐怕还得面临烙狱之灾 接下来往一张台中报道